突然让风哥振奋起来 风哥 你看 我们这边有山珠的痕迹 大核的痕迹 真的 这有大山珠 这个也是吗 对 这个也是 不是那边 所以这里也会有山珠 救命啊 这山珠到底有多大 你给他看看 这地上到处都是山珠的脚印 还有山珠帆普找食物的痕迹 而且巡线找去 风哥还意外发现了另一个线索 风哥 你说那个啊 对啊 风哥 你说这个词好吗 对啊 对啊 我之前在那个 这么说不看到山珠才这样呢 对啊 我们今天是要抓那个那么大的 这个有100公斤吧 有啊 超过 100台斤超过 100台斤 那至少也有60几公斤 比我还要中一只 对 可是你怎么知道看它这个 就知道是山珠的 要看它的脚多大 就大概知道它的体积多大 脚 对 哪里有脚 这边啊 山珠的足迹 这一个吗 对啊 那这样子山珠来这池塘干嘛 它泡澡顺便 它身上有寄生虫 它就顺便把它的寄生虫用掉 用一些烂泥巴在它的身上 所以我们以前每次看到 那个猪喜欢玩泥巴 对 一方面是消暑 二方面就是要把它 那个寄生虫弄掉 对 就这个池塘脚印 海湿润的机上来看 这山珠王 应该才刚在这里翻滚过 那这样应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为了保险起见 风哥还摘了尾叶的梗 当武器 保护自身安全 老天保佑啊 你先进来 你先进来 干嘛 那样是山珠 山珠 对啊 等你 产品那边啊 输在通那个 对啊 通 通 到了 到了 真是梦啊 你看我们营营为了抓这大山珠 就这样给它重重的摔个无底头地 还是冒足全力的冲啊 结果了 有可能跑掉了 它的速度太快了 跑掉了 对啊 山珠在身上是山宫之王 你不是刚才脚完你就冲了 我们的脚步应该是没有那么快 那怎么办 我等放陷阱的时候看会不会中了 所以这样就要放陷阱了 对啊 走吧 就差那么一咪咪的距离 山珠就擒拿到手了 不过没关系 风哥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山珠群 最爱出没的秘密基地 而且一进丛林就发现了山珠的脚印 但是风哥却输了令人害怕的话 怕整一瓶的山珠跑出来啊 这边啊 你看 有 有小猪的很多 大概这个差不多多少 这是小猪耶 三 二十几到三十两分钟 啊 风哥 可是如果这样有小猪的话 我们不是就更危险了 对啊 怕母猪会带小猪 怕小猪有一点子母猪会冲出来保护他们 所以我们等下就是要小猪 放慢 脚步小猪 小猪 对 那我们吃吧 风哥 风哥 你看 这边有很多他走过的痕迹 你看都是脚印 所以他大部分都在这边出没 风哥带我们来到一个 他说他最常抓到山珠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杂草很满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自己也超多的 然后刚才我们找到了一个 就是绝甲色陷阱的地方 就在这边 因为这是 这个底子也想去 面对那种一条就是脚印 但是不容易找到 然后我们一起找到脚印 然后就看到那个色陷阱 真的是美美刚刚很多 不得要换场本镜 找到脚印 还得确定山珠的来往去路 风哥 我看你应该改个名次了 凌真 她很可怕 我们找到重不重 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破坏 她四周的环境 要不要破坏四周 对 她才不会发现 她就很聪明 对 她走过的地方 你把它破坏 她就以后不会来了 就会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 没有 说 像山珠她很聪明 她在哪里泡个鞋 拿起来对她 她其实会记得对 记得 对 所以像后她走路 她会记得 虽然如果我们把它做改变的话 山珠就会觉得有问题 那就不会断 没想到山珠还真聪明 不过我们风哥也不是省油的灯 人家说斩草要除根 但跟山珠PK 这陷阱旁的草可不能都除掉 以免山珠发现蹊跷落跑 不过就在风哥挖地洞 做陷阱的同时 发现了超级肥美的 这个就是山珠最喜欢的食物 山珠喜欢吃这个 对 为什么她喜欢吃蚯蚓啊 因为她一年只有一次 可以吃的东西 就是吃这个 这一年只有一次喔 对啊 因为到那个 七八九月的时候 下雨过后的时候 蚯蚓都会浮起来 是喔 因为下面的菜潮湿 它们都会浮起来 所以蚯蚓就喜欢吃 就很喜欢吃这个 山珠 山珠最喜欢吃的 不是 山珠 下海 观众朋友啊 蚓蚓其实是怕山珠大爷们 群体攻击 吓到羽如伦次了 所以这做陷阱的卡手 要快耶 不过这跟山珠大爷 叠对叠的斗智布局 还真复杂耶 不但要买一下 半岛珠角的木板 还要用上这可称不起 蚓重量的粗弹簧 再加上这控制弹簧 跳起了鱼线 层层把关之后 现在还有一道最重要的关卡 这根是重点 对啊 要做什么 等一下要挡住我们这个铁线 让它山珠过来的时候 不会察觉到我们的陷阱坐在哪里 用这个味道啊 它这个有味道 你闻一下 它拔下来啊 你闻一下 它有味道 哦 味道好重哦 对啊 这个是天然的味道 所以它都不会察觉到 我们人类的汗水的口味 它是那个 要怎么说 有点香茅的那个味道 原来是用天然的香茅味 掩盖人的气味 果然是人跟山珠的最终 斗志心法 看来这叠对叠的战争 我们应该是胜卷在握的吧 哈哈 不过我们还是要 证密地测试一下 看哦 必中线纸 它这个威力大道 它的威力大道 把木头断成两截了 你看 这我刚刚放进去的那种木头啊 断了 对 没错 这样子 这陷阱的威力也太强了吧 我跟你说 这一次要抓的山珠大爷 应该讨不过我们的手掌心了吧 好 好 山珠大爷 快来吧 快快快 就等你进来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 我刚躲在那边了 不是什么 山珠啊 有吗 看一看超门 这边有的 山珠来了 百八 放开 救命 山珠 山珠 我很怕 风哥 山珠咧 不错 这样粉应不错 这样可奉你自己的命 你帮我什么 你这家伙 你现在在演习我的意思就对了 对啊 哦 风哥 你这临时演习 会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的 我们跟山中之王 朱大爷斗志的对决 能不能获胜呢 是吗 诶 风哥 你好像有看到 有啊 好像有种哦 你看 那边的土豆是光光的 就表示很像有种哦 对 旁边的土豆是光光的 不要太靠近哦 它光光的土豆要通得到 风哥 山珠的毛好粗哦 它的毛是粗粗硬硬的 对啊 它会咬人就对了 对啊 所以我手不能过去 小心啊 姨姨 这山珠的攻击力 可是大到会咬断手的 你手可千万别靠近啊 有了 它现在已经卡住了 快没体力 所以就大概这样 所以它是在 它中的时候 它在这边绕就对了 一直冲 一直冲 一直绕 对 然后被藤蔓这样子卡住 所以它现在是不能动 对 可是 我看这只好像没有很大 对 大概在三十 三十台金的时候 对 那像这样子啊 一只这种山珠啊 这是怎么卖的啊 一整只拿去卖吗 没有啊 杀一杀割它的肉 肉跟骨头分开 一斤三百 所以你刚刚说 这只大概三十斤 它肉的重量大概有多少 大概十一二十 会杀一杀这样 三分之一而已哦 对 对 所以大概是三千块这只 对 这只也有三千块 没想到这小小一只山珠 也有三千块 而且扛起来 还真的有点给它沉甸甸 看它上货车 还那么活力十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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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